我們來介紹我們的這個餐盤計畫 當然都是希望能夠帶領的市民朋友跟觀光客 可以發掘我們高雄北高雄海岸 此關彌陀永安一直到前定的整個海岸之美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希望可以連結在地的店家 讓市民朋友或觀光客知道 我們在地有非常多很棒的這個餐廳跟小吃店 那希望透過美食的方式 讓市民朋友更加了解我們在地的故事 那所以今天的這個餐盤計畫呢 我們透過這個大家的網路的甄選 然後甄鑑跟選拔 那我們總共選出了7家的在地的菜色 那還有3家的新菜組 那分別都獲得相關的這個優勝跟相關的這個獎項 那其實每一家都非常有特色 那我們評選的內容其實有分不同的 第一個就是在地食材的食用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的北高雄 其實就是師傅有故鄉 還有烏魚子 還有甚至永安的石斑魚 那當然還有在子關地區 我們也有很多新鮮的蔬菜 所以第一個當然就是在地食材的使用 那第二個就是在地故事的連結 那這個菜色能不能有新的口味 那我們有分布 還有包括這個他自己的網路宣傳跟餐廳的整體環境 還有服務 那整個都是我們評選的不同的項目 所以這次能夠來參賽 而且能夠獲獎的所有的店家 我們都覺得非常的棒 那你期待這個活動能夠持續下去 那也為更多的視頻朋友跟觀光客 也為在地的店家做更多的宣傳 這樣可以嗎?清楚 可以 好,謝謝 謝謝